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我安定 現在天氣非常之熱 吃都不想吃 沒有什麼胃口 可能需要刺激的食物 刺激的食物 可能離不開 辣 酸 我們今天做一個 懶人的做法 就是韓式海鮮粉絲豆腐湯 包括有酸和辣的元素 最重要的是 快速10分鐘就可以成功了 我先介紹一下材料 今天準備了 還有說明是泡菜豆腐湯 我們有這個泡菜 500g 這個韓式粉絲 買了一包 多少g 隨意 你只要加多少都可以 我們有湯底 有朱骨湯 預備了3-4個番茄 豆腐 我們這個豬藍片 我們買了大約130g 另外海鮮方面 你就喜歡 你喜歡有蝦就下蝦 有鞋就下蟹 我準備了蟹柳 還有一個蝦 到時就會放進去 我們10點 可以10分鐘可以做 我就吃一下你們的飯 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去炮製這個菜 我們首先處理了豬藍片 先加少許蒜蓉 少許就可以了 一斤 我們現在把豬藍爆開 豬藍 煎到差不多 那些肉來說 就有少許焦 那你就可以加那個豬藍 豬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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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倒進去 炮菜 炮菜 慢慢盛一盛 之後就可以加入湯 我們將豬骨湯加進去 我們有其他的配料 今次加入番茄 先放一點 好 我們之前準備的豆腐 切成一磚磚 就可以放在不同的位置 好了 看看能夠健康一點 我們今次還可以加入菇類 這些菇類就是隨意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放多一點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其實不放也可以 待會我準備了這些 受精菇之外 也準備了金菇 這個我們可以放一點 再點醉 好 好了 我們呢 將它 反火 煮10分鐘 我們現在可以蓋上蓋 讓它煮一會 我們煮到差不多 我們會放其他配料 我一會再告訴你們 放什麼配料 好 好了 我們這個湯都煮到差不多 剩下兩三分鐘就煮 讓我們看看 其實都很準備好了 好 那我們最後的材料 我們再放進去 我們先放一些蝦 蝦 你可以買大蝦的 海鮮類 其實你自己可以去衡量 你喜歡放什麼海鮮 蝦蟹 對呀 那些或者 青口 其實可以幫忙 好了 我們先放一些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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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放一些蝦蝦在上面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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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這次你加多少分量 你就能說好自己的人 有多少人吃 如果純粹用來做湯的話 你不用加太多 但是如果你說 我想再做一個煮食 我不特別煮飯去配這個湯的話 那你就可以放一些 粉絲可以放在底 也可以 好了,放入材料 最後可以試一下味道 還可以去補救 我現在試一下 很濃的味道,泡菜味很足 酸辣味也足夠 你自己可以調教,有些人喜歡吃酸辣 你就可以加多些韓式的辣醬 我繼續吃,等你了 最後提提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除了可以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之外 也可以把你平時的主食作品 分享到我們Facebook專頁美食市處 多謝你,拜拜! 好,走 好,走 我來眼醒你 早下,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